今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 还有包括南方云系北台的影响 所以感受非常的湿凉 我们带大家看到累积雨量排行榜的部分 今天出门依旧还是要穿得比较保暖一些 因为感受其实还是比较冷的 你看到其实在新北还有宜兰这边 都是主要的雨区热点 一整天累积雨量都有来到60毫米以上 而气象局也针对了双北还有金龙 发布了大雨特报 明天这雨还会下一整天 台南以北这高温是不超过20度的 甚至低温也落在这十几度左右 所以感受上来讲越冷会越晚会越冷 四张地浪降雨分布图上面 主要的雨区范围还是集中在双北 还有像是宜兰 中部以北地区非常有感 全台湾的水气都是有 这雨陆陆续续飘 但是中部以北地区很容易出现大雨 甚至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未来一周的天气形态我们来看看 礼拜晚上开始新的一波冷空气届时会南下 温度又要溜滑梯 下个礼拜之后这温度才会慢慢回升 有机会放晴 而至于低温的部分 也有机会来到12到14度的低温 做好保暖工作 明天的天气我们来看看 明天北台湾跟今天差不多 感受蛮适凉的 甚至有机会出现大雨以上等级降雨 中台湾同样也是会下雨的天气 高温来到16 17度 南台湾的高平 同样天气也不太稳定 请出门带把伞吧 而至于东台湾水气偏多 降雨几率也是百分之百 外道地区同样天气不稳定 高温落载是3到19度 那么明天台湾还会下雨 甚至晚上的时候新的一波冷空气 又要来报道